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红发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红发型 平行邪恶 总有情 换为梦了醉枯婆 前世如雨大宝藏 愿和虚痴难得怕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红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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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很重要 首一天八观载戒 二十小节 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 畜生道 生生世世 投胎做富贵人 皇帝 乃至升天 或超有肉而静等绝安 首八观载戒 除了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 畜生道 将来还有机会 超越三界六道 轮回生死 解脱阿罗汉的意思 而静等绝安 乃至最后发普利金而成佛 五圣运载戒为走霞 万善克备戒为基本 各位 于今天 农历六月二十八 我什么要讲 六载日就是初八 农历十四十五 二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这六天叫六灾日 那也是十灾日 那这六灾日呢 按照印度的时代 然后世间的鬼神都会来找 世间人的麻烦 所以在印度的六天 他们都不敢出门 不做坏事 但是如果在这六天做善事 欲皇大帝 四大天王 天神会很高兴 所以来护持你 那佛陀就把这个传统 当然有鬼神来伤害 有天神来帮忙 这是真实的 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修行的方法 而不是逃避 所以就变成身口意清净 守八条戒律的六灾日 那佛经也说 今天六灾日站在菩萨道 如果念这两位菩萨的名号 能够消除罪业 念一下七千节 各位一节就十三亿 四千万年 那如果七千节 那你算一下 后面电扇关掉 好 我有声音 所以一日一夜 七千节 七千节 就可以消除七千节 的罪障 所以各位 刚刚电扇一开就会吵 修行要有这个敏感度 因为呢 灵动千将水 不动道人心 最重要 声音大声音小 走路有没有声音 这个你都要注意 像这个木板走路 他们空空空空出去 然后大家就分心了 声音大声音小 电扇 这些都要安排得很好 这代表你内心很清静 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你对周遭的所有世界 非常的了解 会不会去伤害别人 或帮助别人 你都很清楚 那我希望各位学这个 就像刚刚在寝思 怎么走 怎么拜 然后呢 这些 对你来讲 就像等一下叫你拿一个花 从后面走过来 你就会发抖 这样 因为你会觉得 你自己 好像有点紧张 这个紧张就是一种 我执 这个你要消除 那虽然不紧张 又随便乱走路 那也没意思 你要保持正念 这边也不是模特儿的舞台 你也不用表现女人身材 然后呢 这是一种庄严 就是这样 就像各位有些 穿个海青 庄严 那为什么要穿个黑色的 或者咖啡色的 代表惭愧心 惭愧心 然后呢 然后有时候 为什么要搭个咖啡色的 代表慈戒 所以佛教有这些规矩 当然这些规矩 不是找我们麻烦 那这些规矩呢 那就可以控制你的身口意 那各位平常一定要练习 练习到很清楚 就像我们在敲木鱼 为什么木鱼呢 鱼如果眼睛闭起来 它可能被吃掉了 所以啊 鱼就算要睡觉 都要保持一些很敏感的状态 不然这个海水里面真的是大鱼吃小鱼 那你没有保持这个正念觉醒 你可能就被吃掉了 那我们今天说晚晚再见啊 那就是身体 嘴巴 心态 都保持在这样子的 不伤害众生 而且想要帮助众生的状态 那如果你能够短短一日一夜保持好 消除七千节的罪障 所以各位划得来划不来啊 等一下有人拿十万磅说叫你回家 你拿一亿磅我也不回去 今天我一天就可以圆满七千节消夜这样 今天我一天可以如何来 二十小节 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 七世做皇帝 七世做天地 哪一个话得来 这个就是佛法不可思议 一日一夜 所以能够受持八观再结 那如果各位今天受戒不是为了升天 或是做皇帝 受戒呢是想要说 那我也希望哪一天能够跟阿罗汉一样 这些祖师大的 这个叫祖师塔 能够解脱生死像达摩祖师一样 生起这个初离六道轮回的心呢 那今天一日一夜八观再结 乘以三倍 六十小节 富贵自在 你六十小节你就不用赚钱 你就出生就不用赚钱 富贵自在 那请问释迦牟尼佛一出生的时候 有没有富贵自在 三个皇宫 每个皇宫五百宫女 服侍他 所以一个人有钱不见得是奴隶有钱的 但是你必须有基 有福报的因 然后你随便去做什么 就像一个人 天生歌喉好 他一开口怎么唱都好听 对不对 这难道要训练只是增加一点技巧 但是他声音好听 他外表漂亮 他富贵有钱 这个都是善有善报 所以各位了解佛法 也不用羡慕别人 为什么自己赶快种善因 那特别八观再结有什么功德 今天你守八观再结 平常你供一朵花 是一朵花的功德 那今天你守八观再结 你供一朵花 整个平常要供一朵花的功德 所以这叫戒真上 所以佛经有说 一个在家人在这个世间点一盏灯 还不如一个出家人供一盏灯的功德 因为出家他有这个持戒的功德 那持戒的功德 那你所做的一切忏悔 所以各位今天很努力的忏悔 可以消除七千劫的罪障 活得来活不来 这就是八观再结 所以今天要多念 念下来 那么要王菩萨 那么要上菩萨 也就是说 利用休息的时间 各位就多念这两尊菩萨跟礼拜 那特别要王要上 各位听了就知道了 身体健康 消除罪障 所以特别那个最难医的痛苦 身体的病苦 那就要念要王要上菩萨 那是希望大家不要自私 那经典说 如果各位不是为了这一辈子 或来世做皇帝 或是个人解脱 那今天来受戒呢 是学习观音菩萨 学习地藏王菩萨 学习达摩祖师 这样呢 是为了利益众生成佛的 那如果你今天以这样子的菩提心 来受八观哉戒 不是二世小劫了 乘以几倍 念一下 两百万劫 富贵自在 兩百万劫 一劫十三亿四千万年 那你回去乘一乘 所以各位今天无论如何 都不要退转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我刚刚一位施敬菩萨都来受戒了 我今天看到很多菩萨可能第一次受戒 第一次受戒的举手 这么多 谢谢你 还有我们纽卡索的 Coco菩萨 刚刚讲我们爱丁堡 施敬菩萨 马晓燕菩萨 那各位 我们都是英雄好汉 不是朦胧不过江 不到伦敦来 对不对 伦敦是一个古时候的古时候的很多鬼的地方 有很多杀业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来这边要升起什么叫菩提心 不为自己 念一下 为伦敦 为英国 为欧洲 为中国 为所有儿童 为所有堕胎胎儿 为地狱道众生 为所有受苦众生 深慈悲心 发成佛菩提心 受八观摘戒 广修功德 无量功德 回向六道众生 离苦得乐 同诚佛道 病苦者 消除病苦 业障者 消除罪障 那各位 今天各位是天上的太阳 你一个人的发心 跟清静 那力量比太阳大 比喻好了 因为现在最大的力量是那个太阳 那你就 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 可以进化世界 这个叫什么 来 一子出家 九旋七祖敬超身 那各位以后你要懂得这个做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华人都受过八观摘戒 只是因为变成一种形式不了解道理 你的老人家往生你一定要匹马带销 就是八观摘戒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古时候我们华人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佛教国家 就是受八观摘戒 是在家人最高最高的功德 所以大家就守七七四十九天 就像短期出家 四十九天来感恩父母 就像我们出家人都是为了爸爸妈妈而出家的 爸爸妈妈生病 爸爸妈妈痛苦 我们就为他出家 他就能够改变 死亡了至少就升天 以对待自己爸爸妈妈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众生 所有生命 这个叫念下来 发菩提心 受八观摘戒 两百万劫 富贵自在 那你这个富贵自在 那进一步呢 就可以广修功德利益总生 所以各位 我希望今天你第一次来受八观摘戒也好 以后 只要有时间 特别是六灾日 真的做不到就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 持灾就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现在初一十五 持灾也变成一个形式 至少食物 不要那天不要吃肉 这个意思 但是真正的做法是 那一天呢 除了不吃肉 不化妆 不去唱歌 跳舞 等一下会讲 八条戒律 简单的说 这八条戒律代表什么 不伤害众生 不起欲望 这是站在解脱道 就是起码不伤害众生 进一步呢 没有男女欲望啊 化妆啊 所以各位今天 很多菩萨穿黑色的来 今天就不穿漂亮的衣服 今天不化妆 今天不穿皮衣的鞋 皮衣袋 什么都不用 因为今天就是 不为自己的欲望去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今天呢 不会吃肉 这样 如果能够如此 再加上 他这个功德是为了众生 所以以后各位 你妈妈生病 那你赶快守七天八晚再见 他病苦可以很快消除 就算他短瘦也可以多活很久 这药师经说的 家里有重病 七日七夜守八晚再见 然后呢 为他放生四十九只动物 然后为他挂金凡四十九面 然后呢 为他点灯四十九斩 为他念咒四十九 或是送药师经四十九遍 然后呢 就可以让这些病苦者 小灾严寿 那谁应该寿 做医生的人 古时候的医生是否 他一定会为病人寿 这个才叫有道德的医生 那我们世间人也有 看到这个世间有灾难 我们就赶快受 所以 然后把这个受戒的功德 回向给这个世间的贫穷啊 灾难等等 所以 我简单的这样讲 好 我们继续念 因为世间的关系 标准八观灾戒不是今天这样啊 这是配合英国啊 早上十点 标准八观灾戒是 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 你就要在佛前自己受戒 或是到寺庙来 然后法师就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闯完戒 那时候太阳还没出来 你就要受戒 受完戒以后 等太阳一出来再去吃早餐 这样啊 那受多久呢 那就要等到明天早上 太阳出来前 二十四个钟头 都在守八观灾戒 所以明天早上 太阳出来了 那你就自动舍戒 可以吃早餐 这样就圆圆满满 二十四个钟头 所以以后各位 如果你在家里 可以自己受八观灾戒 只要你正式受一次 知道方法 就像藏传佛教的灌顶一样 你有这个传承 你知道方法了 以后各位可以在家里自己受 就早上太阳还没出来 你就起来念一遍 念短的念长的都可以 短的五分钟都念完了 那你就自己整天受戒 当然你说 那我要上班怎么办 上班那你还是受戒 为什么今天我没有化妆 今天我没有应酬 今天我赚到的钱呢 我不会自己站在菩萨道 拿去布施帮助别人 拿去供养吃杯便当都可以 然后自己清净又布施 那你这样一天就能够圆满 八观灾戒 那今天你们老板一定发大财 因为公司有一个人修这么大的福报 那所以又能够帮助周遭的环境 又能够消出几个罪障 又能够帮助父母 帮助祖先 所以特别在 我们今天在英国 伦敦 少林寺 受戒 更有它的意义 因为愿意所有不分国家的各种人民 都可以听闻佛法 不需要改变宗教 听闻佛法 佛法是一种道理行为实践 他不是说你信了这个你就改变 因为一个神父 一个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他懂了因果 佛法 他就可以断除烦恼 他也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佛法是甘露 就像空气阳光 而不是说我佛教徒 我不要晒太阳 太阳 水 所以佛教叫真理 真理叫法耳如是 过去现在未来 那这些生命的永恒的真理 那佛陀是觉悟者 觉悟他了解了 他不是发现 他不是发明 他只是了解这个真理 而得到的生命自由 而且把这个生命自由之道 告诉我们 念一下八正道 六波罗蜜 八正道我们叫解脱道 六波罗蜜也叫菩萨道 所以我们佛教把它 小称佛教叫解脱道 了解了苦 四圣涕和实践八正道的界定会 消灭贪嗔痴 所以他们就天天所傍晚再见 小称佛教缅甸泰国 天天过午不时 天天太阳还没出来 就出去脱波 脱波 他们永远就保持这样的修行 大称佛教走的是菩萨道 那菩萨道不分在家出家 所以观音菩萨 释现在家的像 地藏王菩萨释现出家的像 来受八万才皆 所以以后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最感恩的爸爸妈妈 往生了 那你可以去寺庙 跟那位法师说 你帮我瘦49天 或是你能够没办法瘦7天 的八万才皆 男生可以离光头 穿着灾界的衣服 树衣 灰色的黑色 人家就很高兴 你看隔壁那个儿子多孝顺 你看为他的爸爸 瘦八万才皆 隔壁家的女儿多孝顺 爸爸往生他整天穿树的不化妆 在那边修行 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那这样呢 念一下 父母升天 往生者至少升天 当然我们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 爸爸妈妈生病 你就要守七日七夜了 因为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影响对方 所以要这样来 好 那现在我们念回来二十页 二十页 所以如等于今天农历六月二十八 国历七月二十一 六灾日早上 来到英国伦敦少林寺 求受八戒者 倒数第四行下面 先当晓了八戒民体 至方于各位异议传授之 然此八戒 明曰八观哉 观者金弼之意 唯金弼八事不放故 所以各位 就诸八戒的意思 有八条戒律你不能去做 不能犯 所以八事不放故 哉者其意 那就是大家今天中午吃完 晚上绝对不能吃 可以喝喝水 或是加一点糖 但是不能有颗粒 那有人问我牛奶豆浆可不可以喝 标准不能喝 除非你是老人或生病或小孩 特殊状况正常人不喝 但是可以吃药 你要吃的药 但是如果你是糖尿病 你可能就一定要吃 所以栽者其意 以过中午不时为栽体 八事促成清净栽体故 由其八事栽体共襄之辞 又名八知栽法 须知栽一名戒 佛所自定故 戒一名栽 其身口意三叶故 那简单的说 守八观栽戒 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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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佛陀说 布施可以得大富 但是持戒的功德 超过一八观栽戒 佛陀这样说 各位仔仔细听 你在这个世间布施 一百亿美金 哇 全世界的人都给你登报子 哇 像比尔盖子一样 好吃 好有福报 好善良 但是呢 不如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布施的对象 你布施的对象越圆满 功德越大 因为佛嘛 佛是无上福天 所以你功德就很大 但是佛陀又说了 你把全世界的佛像佛塔 都把它盖成黄金了 这样大布施的功德 那还不如守戒律一条的功德 所以持戒的功德又大过于布施 布施三宝的功德大过于世间 整个地球人的黄金的布施 所以我们很有福报了解这个道理 但是你不能说 那我就不要布施了 不是那个意思 后面再讲 那持戒的功德再好 还不如忍入了功德 所以爱生气的小心哦 一念称心起火烧功德力 像你去上班 然后每天想 老板不好老板不好 你就天天在损福报 然后你钱就会掉了 然后你就会身体不好 因为你每天都在complain 你老婆好不好 我问一声 老婆好不好 你看没什么讲话 所以代表你都在损福报 虽然没马出来 心里就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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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今天如果有真正的快乐 你就不用来解脱生死了 什么极乐事件都不要了 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世间 没有一个事情圆满的 我再问你各位 身体好不好 那不好要把它干掉吗 这个身体 无时无刻不在生病 无时无刻都在变化 吃冰一点 吃冷一点 地水火风不挑 医生说青菜不能吃 冰水不能喝 每天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世间 虽然我们要修福报 你又不失有福报 持戒又比福报更大 但是你脾气不好 爱抱怨 那你就这个功德福报就损掉了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 但是不失持戒忍辱 功德那么大 但佛陀说最高的功德是什么 慈悲的功德 念一下 慈悲的功德 大于一切功德 各位今天就未流浪 苟一慈悲心 然后呢各位今天去 我们门口摆了这么多食物 要布施给孤魂野鬼 前面你看牛奶 要给这些所有堕台台 这叫慈悲 无所求的 不分宗教的去帮助对方 自己呢只有一个求 求什么来 求成佛 求佛陀的智慧 求众生都成佛 我们这个不是有欲望的求 这是为了众生 那这个呢 这个叫发菩提心所保安在戒 不得了了 再念一次 两百万劫 富贵自在 所以各位很多人问我说 哎呦为什么没福报 没有福报 所以因为你要持戒 布施让你有福报 守戒律呢才不会破掉 不然你不守戒律 你那个福报就低掉 然后又加上生气啊脾气不好 然后就一直缺动缺席 所以我们出家人为什么叫福田 如果一个出家人能够守戒律 你请出家人吃一顿饭啊 超过你请世界七十一个人吃一顿饭的功德 因为他持戒律嘛 那如果各位 你能够发菩提心 今天不是为了个人解脱而持戒 发菩提心部分在家出家 谁倒给你一杯水啊 谁都要发财啊 所以各位要做众生的福田好不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家 因为我们爸爸妈妈给我们这么好的生命 我们好好地来修行 爸爸妈妈福报很大 所以中国人初一十五守灾戒 就是说各位以后初一十五 你要为爸爸妈妈 縣世父母 妻世父母 历代祖先 所以你要那一天吃素又不是这样 那是一种非常好的孝顺 所以我每次碰到外国人 他问你 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吃素 我不会讲说为了健康啊什么 因为这个理由他们都知道 因为我为我爸爸妈妈给我身体 所以我用吃素 然后来感恩他们 希望他们健康 他比较容易 他觉得很好 今天一步我为了往生的爸爸妈妈吃素 然后呢 从嘴巴吃素 变成心里吃素 今天不生气没有欲望 行为不去伤害众生 这个才是真正的Vegan 那你要透过他们流行的吃素 来引导他们的行为跟心态 他们也会接受 这个不是宗教 所以昨天 我们李师兄安排我们去印度教 一个吃素的印度教 透过这个吃素 来告诉他们这种慈悲的道理 那慈悲从哪里来 众生都是父母 对 所以我们要修很好的功德 来感恩我们的父母 修很好的福报 来感谢所有众生的父母 念一下 现世者消灾 往生者超度 好不好 所以 各位 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中不重要 重要 因为华人懂佛教 特别懂大乘佛教 所以一个华人懂大乘佛教了 待在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就可以进化 所以佛陀说 这个世界十六部州 还是超过地球几百倍 一个部州 只要有一个阿罗汉 待在那边 那每一个部州就可以安定 所以佛陀要求十六阿罗汉 不能入涅槃 后来又加了后面这两个 十八个 留在这个世界 只要有阿罗汉 待在这个世界 他辞戒了 那那个世界的 这种毁坏会减低 会有福田 那只要有人 真实的法菩提心 去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 我们伦敦有很多菩萨 去仆木做严供 要去帮助老人 要去祝念 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不但你自己得到很大的快乐 修业 又能够造福人群 因为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你身上有癌症 那你不要怕 我守八万灾结七天 那我又去吃素放生 那你会发觉 你再去给医生检查 他说不再发作了 然后你再守个几天 又做善事 医生说你的医生是谁 你跟他讲这个了 佛陀医生最好用了 所以我以前被检查 我的 不知道是胆还是 哪一个内部有1.3公分的 医生就很紧张 因为他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信徒 师父 停止作业 停止作业 准备开刀 我说我现在也没办法 但是 他说你都不紧张啊 不是不紧张 那这个本来就是假的 生死都是假的 我们就算紧张也不会让你知道 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我是修行者 对不对 他说他不行 你无论如何 你要一两个月 我说没办法 我要出国 然后你一定要回来想办法 然后我就开始修行了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做提神 今天也教各位 面包捏一捏 对不对 回向给冤亲在主 然后把这个 冤亲在主本来附在你身上 在吃你 你用这个甘露食物 布施给他 他就附在上面 然后也偿还业障 把它烧掉 布施给吃啊 就我在去检查的时候 回来三个月 他找我一定要去 你检查变成0.3 对不对 他说师父这为什么 你用什么方法 我教你去买一条土司面包来 所以各位 真是如此 我的妈妈得癌症 因为这样我出家 她好起来到现在 三年前开始 我的大哥又得癌症 色腹腺癌 脑癌 眼癌 那个已经没办法开刀了 要死亡了 很痛苦 要先瞎眼再死亡 那我们回向给他 我又教我哥哥这些方法 他现在好起来 他完全指数0 以前不理我的 现在只要我在台湾 他就乖乖坐在那边 而且人变成年轻十岁 很好 因为我实在是 太多的证明 但是我也有失败过 我们有一位高雄的菩萨 是很有福报 又漂亮又有钱 睡在一起 因为他外面房子多 自己睡在那边 两个月以后 检查医生说 完全正常 气色变得很好 结果这样 他老公说 那你可以回家了 那回去 我那时候你们要吃素 回去没办法了 应酬 因为事业大 又开始应酬 吃肉 打麻将 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他们老公就用一个漂亮的相片 叫我们去给他拜拜 哭 各位 失败并不是佛法失败 是他退转 我给他讲说 你现在留的命健康 不要吃肉了 你这么有钱 开两间素食店 自己吃给别人吃 干嘛 又去喝酒吃肉了 但是也有失败的例子 但是我就觉得 各位佛经讲了 你绝对要相信百分之一百 所以受包包再接 有信心的去点灯 放生 不失食物 那你就可以 虽然你没有生病 但是像各位 我们今天受包包再接 来 所有功德 回向癌症病患者 回向业障者 回向重病苦者 回向忧郁症者 离苦得乐 回向三恶道众生 升天升净土 我们自己有不堕落 地义轨道 出生道的福报 我们才可以帮他超度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持戒 那的功德 一直得到 一直出家 乃是各位持戒 那你就可以帮助他 如果你自己 没有那个功德 那你也帮不了他 你只自己 没有福报的功德 你怎么帮助贫穷者 脱离贫穷得到富贵呢 所以这个叫 知道八观再接的功德 不是为自己 然后我们 努力精进的修行 希望这个功德 来 回向非洲 回向叙利亚 回向有冲突的地方 回向有灾难的地方 回向所有难民 离苦得乐 所以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修行 再加上你给他一块钱 那你这个一块钱给他 他拿到你这一块福报 会改变 就有很多的祝福会给他们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 要告诉我们 原来你点亮了 你自己亮了 来 你亮起来 世界跟得亮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手包完再接 重不重要 重要啊 英国总理都要来谢谢你 如果我是 我就搬你 我荣誉公民啊 你们只要在我英国 每年手两次八观再接 就让你马上有Visa 你不要喝饭了 你要注明 我有八观再接 过 但是可惜他不是佛教徒 但是如果在不单 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单是佛教国家 像我们常去那边 国王都要来见我们 跑到饭店来接见我们 很帅的不单国王 太太又漂亮 最近又生儿子了 因为他知道 哎呀佛教徒 你们来做这么多功德 我们去不单放牦牛 捡大佛塔 盖最大的联士像 帮助那些佛学院 所以国家非常欢迎 签证费免了 不然不单一天要260块美金 不是一次解决 一天260 两边520 三次就给他乘 你住10天 住得越久 签证越贵 为什么 他就不希望大家去 去了污染他们的地方 外国人去那边抽烟 他们的年轻人就学会抽烟 不单的路边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婴树的 麻飞那种花 路边的野草通通是 老外知道的哥哥搭在脚 都是大麻 所以那是他们就希望保持佛教的传统 好 那各位这样了解了 21页 中间 由其八次跟灾体共相之时 又名八支灾法 须知灾一名戒 事实上持灾持灾 外面写个持灾犯 那是戒 佛所自定故 戒一名灾 那怎么持戒怎么守灾呢 其身口一三也故 所以各位今天第一个 身体不要有不好的行为 杀身 偷盗 邪淫 碍染 所以生业其 则无惠恶 口业其 则无诸过失 各位无论如何 你平常都会骂人 都会讲是非 今天千万不行 好不好 因为灾界圆满 今天有人打电话跟你做生意 你不能跟他讲话 明天我才骗你 今天我不骗你 知道吗 因为今天有所保管灾界 所以要如此 所以今天口业其 就代表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的话 心业其则无烦恼 那今天无论如何 各位要控制好 不贪心 不生气 不愚痴 不傲慢 不怀疑 嫉妒 时间短 但是效果大 所以心业其则无烦恼 猪肉业因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简不简单 你平常都在杀猪 你平常在杀牛 你这个人的职业是小偷 但是你今天暂时 请假一天 好好的受戒 所以我们都在监狱传 监狱那些死刑犯 他们都在讨论死的要怎么办 死的会不会痛苦 死的会去哪里 特别华人都相信死后有地狱 他们都会怕 但是我们都告诉他 没有问题 你只要守一天把关灾界 就算你明天继续要杀一千头猪 你明天要去暗杀别人 但是你守一天把关灾界的功德 就会让你七世升天 七世不堕落三恶道 等你福报想完了 你再下地狱 但是这有什么好处 那我七世之内再去修行 那不是解决了吗 我七世之内就能够消业障 中了这个因缘 所以把关灾界很慈悲的 所以我记得我一次去有一个地方 那边都是很多女人为了生活 在陪男人睡觉赚钱 一个乡下 然后我们就 因为那边是军队的 军队的地方 那有些女人没钱 就是陪这个军人睡觉 所以我们就故意去那边传 把关灾界 然后就请那些女生敲门 今天不上班 来寺庙 请吃饭 好吃的 事实上越命苦的人 越喜欢拜拜 对不对 越喜欢拜拜 今天那个男师傅长得不错 来看看 没办法的办法 那时候我还年轻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几个来了 然后就受罢关灾界 非常快乐 他们受害也会哭一哭 但至少他就恢复清静 明天他不得不还上班 那至少他下辈子就升天了 所以各位八万灾界真的很慈悲 而不是说你是不是佛教徒 跟你是不是佛教徒 没关系 所以我讲完一个故事 我们就继续念 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国王 叫普达国王 他年纪轻轻二十几岁 六月的时候 国家就国富民强 虽然他国家不大 但是国家很有钱很安定 天气特别好 那个时候有人就很羡慕这个普达国王 就问佛陀说佛陀啊 以你的神通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普达国王 上辈子做了什么大的功德 今天福报这么大 整个国家这么圆满 而且他又年轻又帅 大家都很尊敬他 然后佛陀就说 我老实告诉你啊 普达老国王 他还没有往生之前 我有一次来传八观灾戒 老国王也来参加了 那老国王是为了福报来的 因为他没儿子啊 还希望来世升天 那那个时候国王来呢 就有那个小奴隶 小奴隶叫子盖儿 什么叫子盖 就是他站起来不能超过 和国王的膝盖一样 也要经常按摩国王的脚 也跟着来了 所以国王坐在那边受八观灾戒 那个小奴隶也在按摩啊 跪在那边 然后他也一起受八观灾戒 因为如此 国王回去没多久 皇后就怀孕了 但是那个小奴隶 他因为回去以后 有一天无病而重死了 脱离奴隶的国报 投胎做国王的独身子 因为他手八观在这一天 那国王也满怨了 小奴隶也脱离奴隶了 而且那现在就是他的名字叫 普达国王 所以普达国王是一个小奴隶来投胎的 但是佛陀跟众弟子说的时候 你们千万不要去跟他们国家讲 除非他有善根 有善根的人说 小奴隶都可以变国王 所以各位受戒律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那一天我们李志雄说 师父要不要闯个八观在这 我说当然好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功德太大 然后我们今天说八观在这 特别又是六载日 十载日 再念一次 消除罪业七千节 所以不可思议 然后今天要广修各种功德 然后呢 因为我这次跑了 大概连北爱尔兰 爱尔兰都去了 昨天经过威尔斯 英格兰 苏格兰 统统跑完了 能够跑的湖墓也跑完了 跑不到了就下回再来 但是无论如何 就积了很多阴影 当然不可能一时超度 但是至少可以超度一半 我们都会把背今天湖墓超度了几成 但是无论如何 一定有很多没超度 所以各位今天你认真一点 拜托你了 不然晚上会给你敲门 我还没超度呢 当然我这样不是这个意思 持戒的没有人会干扰你 但是我们要念一下责任感 责任感 所以我从小学校 我在台湾长大了 国家兴亡批肤有责 就是说整个国家 那你一个小老百姓 你要有这个责任 去为国家很努力修行 那一个修行者 那你要为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很努力 英国是个老国家 所以感情有一点泛滥 精神病蛮多的 那这些问题呢 那就是因为累积下来的这个问题 累积下来的问题 那这些累积下来的问题 靠着我们学佛的人的努力 去净化他们 去超度他们 如果各位知道你今天手八万在戒 就超度了至少一千个亡魂升天 你高不高兴 高兴 死都高兴 死也升天 何况不止一千个 二十一页 第四行下面 所以各位了解了 受八条戒律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秉至虔诚 内以六念 除了身体嘴巴守戒律 各位深口意 所以内以六念尽其自益 所以各位你的心理 今天要保持这个 无论你平常喜欢乱想烦恼 今天不行 第一 念佛 慈悲导师 念阿弥陀佛 念药师佛 每一个佛怎么帮助众生的 要慈悲导师 第二个念法 每一个佛所讲的法 释迦摩尼佛讲 《八观摘戒经》 讲了《八观摘戒经》 包括各位读了《心经》《普门品》 这些法 法就是真理 空性 大悲 因果 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叫《三世诸佛》 佛因为体悟法而成佛 所以各位要思维佛法 听闻佛法 读经典 第三念生 这里面生讲的是 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或是这些持戒 发菩提心的出家人 是我们人跟天人的福田 所以各位今天你受八观摘戒 别人供养你一顿饭 吃午餐那一顿饭 对方也可以升天 所以我们去供养出家人 父母可以升天 现世者可以福寿百年 所以我们要意念的这些菩萨 这些清净的修行人 他们的修行方法 也供养护士他们 所以以后各位初一十五 你最好供养出家人 供养出家人 伦敦就算少 缅甸 泰国 你就委托别人去送 我们明天要去三昧夜种 里面有很多个出家人 对不对 我们上回供养他们 他们掉眼泪 他说他们从来没人供养过 所以他知道我们明天去 早就准备好了 请供养多一点 免得不够分 因为他们不是伦敦有 另外一个三昧中那边 还有更多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 这边有那边为什么没有 他们合起来有四五十位 那我们会去供养 第四念天 那各位今天守八万在戒 又布施保证升天 各位不要在这个世间享受快乐 那真是浪费 天上的快乐 天上的一把泥土 就超过地球所有黄金 天上的身体的快乐 没办法形容 最短的九百万年 最长的八万大截 没办法形容 那人间短短的一百年 又苦又病 所以只要你好好守八万在戒 来世升天 长寿安乐 那是我们大乘佛教 不希望去享受快乐 我们是为了成佛 念的来世叫什么 念净土 无量光无量寿 无量光无量寿 那你到极乐世界 要是净土 你一日一夜八万在戒 发愿往生净土 可以得到什么 来 第五品 中品终生 各位一天八万在戒 你今天不小心走错路 走到少林世代 你就改变命运 所以一日一夜中品终生 佛陀的时代有个败家子 就是几孤独长者 最小的 败家子 天天去赌博 玩女人 钱花完了 就在找几孤独长者 然后他有一次来跟他 老爸老爸 你这么有钱 再给我十万两黄金 我要买什么买什么 事实上他又要去玩了 要去赌了 他爸爸实在是气死了 后来没办法 他请问佛陀 佛陀他说 你怎么办我那个败家子 那佛陀说没关系 你让他来售八万载戒一天 他说没办法 那你就满足 你跟他换条件就可以了 好了 佛陀教了方法 所以他儿子说 爸爸我要十万黄金 佛陀说可以 明天六载日 你去售八万载戒 售完一天 一天就好 寄一句话回来 佛陀讲了 我就十万黄金给你 这小孩子 我老爸还真好 而一天叫我去寺庙走走 然后寄一句话回来 就OK了 蹦他就跑去了 对不对 跟我们施敬一样 今天又来了 没有啦 他是大好人 好 结果他就去了 那佛陀有神通 当然知道 他就很认真坐在那边 一句话 一句话背起来 结果佛陀呢 就用神通当中 半句话都背不起来 所以他就 一直不打开 我一句话背一句话 一句话背一句话 他整天就坐在那边很认真 然后半句话背不起来 也因为这样很认真 半句话背不起来 就是因为一直背不起来 所以他更认真 更认真去思维佛陀 讲每一句话 虽然背不起来 就这样 那一天就震得出果 震得出果 震得出果 在七世就震阿罗汉 因为为了十万两黄金 然后等他 等他受戒完了 回去他爸问他 你有没有背什么 老爸我很努力了 我只有想到十万黄金 其他我都背不起来 然后佛陀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很仔细想 那爸爸说 那至少你守了 我给你十万 他说老爸我不要了 开悟的人就不要这个了 震得出果没有欲望 会守戒律 所以呢 那时候佛陀就来他家 佛陀说你儿子震得出果了 他儿子就跪下来 爸爸我以前错了 震得出果就相信因果 有政治证件 会守戒律 虽然他心里还想要去 去谈恋爱去赌博 但是他克制的了 叫震出果 有证件会守戒律 所以他跪下来跟他爸爸说 爸爸我这辈子让你这么伤心 痛苦 浪费你这么多钱 我现在求你最后一件事情 他爸爸什么事 让我出无家了 结果 你连几孤独都没想到 到底他后来有没有出家 我不知道 但至少他改变了命运 所以各位今天无论如何 你要很认真 去修行 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念天 念净土 改变命运 第六 念戒 清净身行 所以各位今天 无论如何 身口意 这八条戒律 还有六念法 要保护好 所以念戒 这个很重要 今天有一个人 被车子撞了 在冒血 你过去给他按着 我以不杀身戒的功德 回向给你 他血会停掉 如果他业障很重又停不了 我再以吃素的功德回向给你 替他发怨 他就会改变 就像我为我妈妈发怨 我也为我爸爸发怨 我也为我大哥发怨 我每次都有发怨 因为别人有什么问题 不是说爸爸妈妈 你就为他发怨 来回向 事情就会改变 所以我不喜欢批评 我不喜欢起心动力 因为火上家伙 你去批评对方没有意义吧 你发怨 回向给他 事情就会改变 用佛法处理事情 不要用世间法 千万要记住 所以念戒 清净身心 第六念布施 所以各位我们要帮助 首戒的那天各位也要布施 各位现在最好 如果伦敦有素食店 他说一份八磅五磅 你就交给他钱 然后游民就可以去拿 他们现在挂牌 我们今天有五十份免费素食 他们拿完就算了 那这是很好的布施的方法 所以我们昨天去印度庙 他们每天中午布施一百五十份的素食 而且没有充算的 昨天布施了三百多份的素食 所以他们每天中午这样做 一个礼拜还加一个晚上 让他们来吃素 点点灯 唱唱他们的仪轨 很快乐 这是很好的方法 那各位平常 太好了 你只要买个面包 阿一神往天空丢 那些海豪会跟你阿通通来了 你就可以布施给他们 而且那些鱼 普气贫穷 嫉妒那些孤魂野鬼 所以外在各位用八条戒律 约束我们的身体跟嘴巴 第一条 今天绝对不要杀生 不杀害众生 第二条 今天不要偷盗别人的金银财宝 第三条 今天记住 念一下 全断淫欲 今天不要有男女的性行为 所以今天要男女分开睡 今天夫妻分开睡 所以今天不同房不同床 今天而已 第四条 不骗人 今天口夜少 第五条 不喝酒 包括抽烟今天也不行 喝酒抽烟今天都不行 第六条 今天不爱漂亮 所以女生她们今天不香化 不擦口红 不戴戒指 就不香化 阴若香油涂生 包括今天各位如果天庆人 你要抹那个什么 乳液 你要查一下有没有动物油脂的 有没有加香水的 像我们都抹什么 凡士林 OK 我们去不担 他们所有的家持物 每一个老百姓就拿一罐凡士林 干嘛 那他们就希望上师加持这个凡士林 因为他们抹的就是凡士林 他们太阳不单的紫外星特别强 他们就抹凡士林 所以 然后第六就是 不香化阴若香油涂生 然后第七 今天不睡夫妻床 就是那个大床不要睡 我昨天很快乐 我昨天去睡的是 大宝宝又来十三天的房间 他那个床变成我拜的对象 我就睡在地上 他在 Wrong 真的吗 不错 你说 不错 你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